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奇居士的侵略日記》 我真的覺得是日記 我真的覺得是日記 你可以這樣說 奇居士其實是... 如果你算是星宝 我會覺得不是他那些白人斬 即是上一節我們講到的其實都是故事的一些細節 這次我不講這些東西了 我們講一下角色 當然這角色是...我是不太認得這些角色的 告訴你 難認的 因為甚至乎我有些人覺得某些是複製人 複製人那些不算 我經常覺得會有一堆 你簡單說 其實動畫就不算很難認的 複製人是粉粉的 紙紙的頭 問題最難分是星伯和伊薩拉 伊薩拉的法...你兩個看就要分法形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究竟星伯那種會不會是... 其實是很多個個體其中一個 那你就要嚴眼了 這是之前說的一些細節問題 就是複製人那樣東西 那些複製人那些 不再可能... 但是現在講到你說... 角色的問題 我一開始就... 因為本身這套東西... 作畫水平的話我也不多說了 即是根本上... 每個人的臉... 眼耳口鼻... 可能拔了頭髮... 叫你認回那個角色 你是根本不可能認到的 認聲啊 所以其實我理解的 星伯和伊薩拉 兩者只能抹一個 因為太難認了 我好認同... 如果在這個手法上的話 我好認同作者這個處理方法的 其實他漫畫... 可能更加難認 有一點點覺得 即是我在這一方面 這些是作者的嘛 太難畫了 死一個吧 所以我不是覺得那些是複製人 講到就說 星伯就是因為在這個奇神的... 陷害長度的計劃裡面 不幸成為這個犧牲品 賺品而已 那時候死了很多人 星伯是其他人而已 不是那麼困難 星伯就是不幸地就... 不是好像死了星伯 他那個小隊就是... 小隊就是... 你已經看到的嘛 在藍腸隔船裡面有很多... 紅色的靠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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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就沒可能記得到的名字了 看都看不及 而且名字只有一個字 你根本都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 而星伯就是被奇居子所謂食了 即是吞小了 是的 然後奇居子就好像得到某些的進化 這樣就變成... 進化成一個奇居子星伯 哈哈 這樣嗎? 不是有個名字嗎 其實那個名字是什麼 他也是隨便給個名字 他也是叫星伯 不過我不知道 什麼紅天鵝 嘛 紅天鵝 紅天鵝是他未知道的 手機 拿著那部飛機 我可能是那部Marcos來的 開來弄成... 那個人形狀態的時候 整部Marcos 不是 紅天鵝就應該是那部 獨立那部 旗居子的那部機 紅天鵝不是星伯嗎 說星伯的話 是人形狀態那個 坐在裡面那個 喔喔 捉了回來那個 那人形的星伯就是 紅天鵝的鵝鵝 那個鵝鵝 和這個長度做一個... 互動 互動 不過雖然那個互動也不是 也不叫互動 單方向 單線互動 你好像 困住了一隻野生動物 然後一隻野生動物 不斷找找找找你 那些死人的東西 他愛你才會找找你 星伯那裡其實就是 在現階段不知道 這個星伯究竟 他講到就好像是 奇居子化了的星伯 好像復生 好像跟過去的星伯沒有分別 除了不是很會說話 應該說還未會說話 應該說動畫那裡 懂的 也懂幾隻字 就是他學 你見到他是學習過程 就是他會浮一下浮一下 然後可以識棋 可以識字 會說話 其實簡直說 好像臭壽仔 而你說 其實圍在長度身邊的其他角色 這套東西裡面 我不知道大家 是很少動畫 你會看到的 是任何角色 都好像沒有獨立性格 你是感覺不到 他自己有什麼獨立性格 除了奇神 這套賤人之外 那些女兒也有少少 少少 那些女兒就是圍著長度 也沒有 除了陸川 你會看到他們的進軍推勢 唯一是陸川和伊薩娜 他兩位 伊薩娜都不叫女兒 總之伊薩娜就是伊薩娜 聖變伊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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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六川就很容易拍 因為這套是綠色 這套是綠色 所以很容易拍 眼神有一顆鵝 不懂得她 當然你說那些複雜營的姊妹 算了 你不會 他應該要做一件樣子 其實我很有趣 我真的有個妙問妙答 我真的在那個位置 死了 阿艷死了 然後他真的唱到 咦你不是阿艷嗎 哈哈哈哈 我真的有個這麼弱心 你不懂得這麼說 我講笑而已 這些不是什麼死了一個 又有千千萬萬的那些 那些複雞人家 就是完全是影播 就是叫做 沒理由說他們 反而是他們的特性 令他們影播 因為他們是複製人 做多少個都可以 那你變成他們的性格 就不會很突出 就是反而你會見到 是 角色之間 就是除了剛才說的 那兩位 叫做女角 我定義為 之外 其他的人 就是 是很為主 就是他們 那個性格 和他們的表現 是被那件事牽動了 很多次都是 他是因為那件事 而 就說 我因為這件事 帶動了情緒 我就說這類類 跟他本人的性格 好像沒什麼關係 你覺得是 所以 不立體 你會覺得 很多角色其實 就算你見過 或者他跟主角 阿祥讀曾經說過 再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 忘記了他 這件事 這件事裡面 是挺特別的地方 可以說 我不敢說他不好 但我真的認不到 那你也 他作真無辜 你認他 都預了是 拿來做後備 總之 電神有這麼多人 有十多人 你也知道什麼人都可以 而這件事 就是其實 隨著劇情的推進 就是 很多 原本是訓練生的人 都被推去電場 沒有辦法 這些不是不夠人用的 你也常常都死了一堆人 不是 對 就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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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死到 我覺得 就是 其實訓練生的數目 是不夠reviews的 你又知道訓練生有多少 說不理他很多 當然 但是 我其實也想看一件事 就是 那群訓練生 是 他還沒上到戰場 那一刻 其實他們好像是沒有恐懼的感覺 死狠大 你也知道 這些反而 是 複製人的那種特性 他沒有恐懼感 純粹複製出來 死了 就再複製出來 那種感覺 不是 那 你是 雲工角度 在 雲工角度 是那幾件才是 其他那些 不是複製人 不是 所以 甚至乎 其他那些 到底是否有自己的複製人 例如 黑白死了 會否複製黑白出來 就OK Eason Eason 好像是複製人 他複製他 誰說 Eason 是 那個教授 的孫女 等於你說 如果你說 複製人的問題 他第一集 死了 不同 長度 握手 那條女 那條女 那條女就說 我是家裡的榮幸 榮譽來的 因為他做到 除了那幾件粉紅頭 其他都是正常的 感覺上 叫做 在 情感上 因為其實你 製造這件事 你 甚至 押叉的 那群 那群 基拉身邊的 那群好同胞 被迫上 大天士號 的橋艦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感覺 真的死人 這家事 你要我這樣坐下去 我乘搭沉船 你明白 基拉那群學生 他們之前沒想過要坐 但你和這群法裂生 遇過了一天會上電場 你知道 兩個情況 我覺得他們的心理狀態 因為 給我看到 他們沒有那種 臨戰的心理狀態 又是心理質素 你問 什麼訓練身份 真的要培訓你心理質素 不是技術嗎 技術和心理都很重要 大哥 不是技術沒有心理準備 那你上來就死了 對吧 我覺得他們是沒有的 在戰場的表現 我告訴我 他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我覺得兩樣都沒有 不是他的心理數字比較差 但是不代表訓練裡沒有這件事 OK的 這個 我也是說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 而另外的就是 六川 因為不夠 其實唯一叫做什麼 你會感覺到不夠士兵 那一下就是 副司令 出去炸機 找六川 是 你在那裡才說 人手真的不夠 你正確一點說 有能力的人不夠 可以這麼說 死很大 我也是說那句 死得是很大 死到是 我根本沒有感覺 那個畫面就是看到什麼 現在開始肯定全部都紅了 然後會 有一半紅了 怎麼說 根本上全紅 大半應該 七至八成應該 東方老司的名句又要出來 尤其是經過 每一場 叫做每一場戰役 越來越 要對付的奇居子 越來越多的時候 是 死亡的人數 是死到 還有那麼多 部位人給你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你 這個基地 的物資 其實都真的豐富得很緊要 所以我不是更加 這個是一個佐證 就是說 那班人其實已經是複製出來 可以模範循環地用 說不定是 那些人死了之後 扔進墳法爐 整個 可以砌泥膠 整個身體出來 你說如果死在宇宙 沒辦法回收 那可能 那些物資不見了 如果 比如說死在基地 那些 真的 再捏一捏 就走人 因為 對比這件事 其實 對我來說 就是 所謂的人死 是不及 永次的不夠 和永次的量產 危機 也越高榮 其實這件事是 資源問題 當你一樣資源 人是資源 那件永的物質是資源 當那件物質稀有到高一點的時候 很明顯重視永次是很正常的事 我知道 所以你會顯得就是 其實 這個 這個基地裏面人太多 不如死近一點 都說了 你是死都沒有感覺 出擊 死 船 船要高速 高速 轉向 死人 然後男長就說 死了 噢 你有沒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報告 死人這些事你不要來告訴我 OK 不重要 就是 感覺是這樣 是很抽離 當然你說 你男長 殘不殘落這件事 我不知道 對他的描寫實在太少 但是 對我覺得 這裏來說 人不是一個單位來的 沒有啊 那戰爭來說 人是一個單位來的 我想 不是他有說過的 譬如說 你以那單 轉向 高速轉向 那單為例 他有考慮過 如果不高速轉向 就整個 整架船會爆 如果你高速轉向 他有統計過 喂 對那個住宅區 會有造成幾個%的影響 他有衡量過這些 覺得 覺得是合理 合理範圍內 他才去做 沒有什麼合理範圍 他有帶出過這些 就是簡單來說 要是你是死 要是你切了一隻手 那你就切了一隻手 那些而已 我明白 但是當然 我覺得是什麼呢 一次的話 一次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真是很沉重的決定 然後我會衍生 因為對居住區那裏 很大來嚴重影響 當然我們之後 下一集是見不到的 下一集裏面見到 店舖是照開的 沒什麼問題的 野食可以照買章魚燒的 居住區出事 商業區沒事的 那你也咬得到 這件事 你商業區 其實跟居住區 是相關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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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消費那班 是哪班 這套東西 這是這套東西的特點 第一次會告訴你 這件事很沉重 第二次就沒有感覺 好像就是重物質炮 第一次當時就說 真的要發射重物質炮 然後自從按第一次之後 就不斷按 不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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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就是 當那個所謂 急速轉向出現之後 就 急速轉向 急速轉向 我又要急速轉向 這個我覺得是 播不到的 劇情上 真的 他用得一次之後 他就很喜歡用這套東西 其實 其實我覺得 這裏都有些 有些地方做不好 就是說 那種私人下決定的時候 他好像沒有一個 負擔 他好像沒有一個 很沉重落 決定那個 考慮了很久 你還是做 還是轉向 但是我覺得 轉向 就是這樣 我覺得合理的 他那個決定是合理的 但是他沒有經過什麼 心思熟慮 會不會說 很猶豫 究竟我會不會 犧牲一部分的人的利益 但是對於他的立場來說 他就是 中了這個船長 幾個世紀 已經化了 正常人來說 你都做了六十幾歲 你都退休 是這樣的 很出奇 當然會死的 已經見過了 已經 那可能真的不出奇 如果做了這麼久 人都發 你以為你是火星騎士 不 你已經見到的 就是 在決策方面 尤其是 之後第二次 轉向 由陸川 做這個 輔助官 那時候 你會見到就是 他問男生說 真的這樣做? 男生是看著他 為何不做? 他不是說 要不要再說一次 就是 那個案子就是 做吧 他那個問題就是 你叫做什麼 很理性的決定 你可以說 是一個所謂的 是理性到 任何的感情都沒有 涉及在這個 決策層面裡面的 考慮因素 那種是 做吧 純理性和 近乎是 機械人那種 冷耗 那就快了 即是心理質素 他沒有心理 我覺得他實際 這傢伙已經是 心理變態 那做到麻木了 也沒有 所以你說 整個故事裡面 角色裡面 其實唯一叫做什麼 其實長度 都不是有什麼 起伏的 長度是只不過一個 叫做 少年 就是 有人死了 他會 down 一集之後 他很快就會恢復 因為有另一條女 固然就是 當女兒又死了 他又會 down 然後跟著 不要緊 女兒奇居子化復活了之後 我個人又沒事了 你見到這傢伙是 只要有女兒 他心理質素就很高 精神的精神其實難分 沒有提到 當他的精神有依託的時候 這傢伙就會創造很偉大的戰績出來 你見到就是 阿星伯死了的期間 或者之前他被人陷入的期間 總之有女兒死了 他會 down 一排 但當他再找到依託的時候 你就見到就是 當 尤其是他找到一隻 星伯 那隻奇居子星伯 是不會死 只會找到一個箱裏面 給他做 給他做一個 觀想用的 金如光 對 金如光 你見到就是 那些戰績 那些戰績在報紙上 一場又一場的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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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像全部 其實他不是蜘蛛俠 男人有感情之後 要為一條女兒 努力的 所以 成功的男人背後 一定有個女人 那個女人千萬不要上前 他這套 告訴你那個結果是這樣的 他那種才是人類圓 有感情的表現 我不能夠認同 這個人類太簡單 甚至我覺得 簡單一點 他簡單到是一個單細炮身 你明白他之前十幾年來 都在地上和阿姨一起見男 沒有見女人 那一出來就好像泰山一樣 很純情 那叫他南南島 好嗎 你當現代版泰山 出來幾條女兒 或者這樣說 因為這套東西 所有的角色都沒有一個 所謂的心理描述 即使我們進入長度時 長度是經過很多事之後 你見到就是 他在一個作品 在十二集裏面 他是沒有成長過的 他是沒有成長過的 想他有些什麼成長 那就是 喂 那大哥 成長到很冷靜 分析這件事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好像 船長 at least他會做思考 即是他 可以到現時為之 他是不思考 這件事 究竟是 即是一些事情 究竟是對還是錯 我又可以用回 最簡單一句 就是 正如他回答奇神 你恨不恨我 他說 我只要殺到奇巨子 就行了 說完 多簡單 真是單世霸 或者其實你叫做什麼 在這套東西裡面 最有感情起伏的 都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奇神 這個角色 他是真的 由他 妒忌 由他 身為一個精英 受到 在訓練身裡面 當然不是在赤井班的層面 受到萬民的景仰 訓練身的景仰 其實有沒有萬民 我不知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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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 這個 長渡搶了他的 繼位之後 那種妒忌 其實那部繼位 沒有說過拿來用 然後 伸出這個仇恨 然後 奸計他 陷害長渡 然後 他害死了其中一個人 之後 他恐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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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以他的身分 作為一個 有少少爺 應該在這艘船裡面 都一定說是能力的人 應該是 家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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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可以 大安旨意 繼續摘在家 看人死 然後 然後 到長渡 來表他的時候 這個人又可以 突然 長渡那種震撼 當然長渡 對他沒有了震撼 所以我說 長渡 是一個 沒有感情的人 他對著 他知道 是奇神陷害他 其實 而 在他的性格裡面 我又不覺得他的歷練裡面 他可以整個得道公室 我知道 識即是空 不空即是 我怎能夠為了一棵樹 而放棄整個森林 所以你殺了一棵樹 我明白其實是為森林好的 那棵樹不會為森林好的 我知道那棵樹是一個毒樓來的 我以為了就是擴大 這棵樹不要毒害這個森林 我可以繼續去 看到男主角尋棵樹上面 所以就要砍一棵樹 讓他去看看這個聖天的森林 人類類性有什麼好呢 奇哥之類類性才好 告訴你 這樣我明白了 整個脈絡裡面 你會看到 除了奇怪兩個字之外 我會想到 當然你說說人物技藥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機體反而還有 戰鬥亂還有多少可取之處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反而是機體 機體其實出得不多 我挺喜歡就是他們 要加速就是要組成陣式 其實這個OK的 而設定那裡就是什麼 你越多人組成這個組合的話 加速力就越強 可以去到的地方就越遠 是不是這麼限有 在那裡來說我覺得 合理的 挺有趣的 我不可以說合理 不是你的質量大了 我不肯定 我對這些物理的知識也不是很深入 你的質量大了 你的慣性也很大了 機體這方面挺有趣的 在這方面其實就會是 不是機體有趣的 是掌位的 那個conceptOK的 你去到最後大戰 那幾場在12集裡面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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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英雄的技術 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存在 但是你會看到 他後面這條是毫無戰跡的 不要這麼說 他有做槍的研發和測試 你當王牌 將他得到的能力和技術分配給大家 戰鬥員 他去到後期的長度 在駕駛方面的勁 因為他不需要用自動的操控 所以他可以用人手去解決所有的事情 因為舊式的計劃是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他能夠做到 這其實是技術的表現 但是在大型戰爭中 就是我們開流所說 長度其實是毫無用處的 在大型戰爭中 我懂得說 英雄你再勁 十幾個圍捏著你都死了 所以你去到這裏顯示最後的理論 就是為什麼藍長要這麼抱他 你這個團隊戰裡面 你這個惡人英雄 特別這個是 不是戰術英雄 他是戰略英雄 就是單人的破壞力 那個戰鬥能力 但是你在團隊性裡面 你單人的破壞力 其實是 除了振奮士氣以外 或者打大佬 但是他沒有大佬這件事給他打 唯一就是天鵝那隻 對 那種便會有用 他是戰鬥小組裡面的精神領袖 應該這樣 就是說如果小隊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只要精神領袖在這裏 他一定可以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那陣子有表達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尤其是當那對福帝人姐妹的其中一個 坐上了機體之後 其實他開始 你感覺到他好像開始對 場道友有少少改觀 就是那對姐妹在遊場的12集裡面 我唯一看到的感情變化 但是我剛才看到那個感情變化的時候 我就擔心說 插死旗了 他也是死人 他也是 那當然這套東西其實分割二期 講奇距至星伯那部分都沒有說 他漫畫的微跡 其實是一切都沒有說 其實是 你看到整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跟《進擊之巨人》一樣 他都是放了很多復北謎題 他都是去到叫做 我不知道現在叫不叫中盤 中盤 哪個中先 中間的中 中間的中 但是到現在為止 無論究竟所謂不死人是什麼 這一個船隊裡面的最終目的究竟是什麼 他又不是有個很明顯的目標 好像Marcos那樣 我要找一個星球 落地生羹 不是有說的 他們本身真的出去找一個 被人去的地方 不是 其實他很簡單就是生存 你生存不就是找一個星球 不一定的 你可以生存在一架 在一架藍裡 不是 一架就是鬧撤之巨 現在你們其實 大家都不知道 生存是一個概念 你怎樣生存才是一個重點 你說當時人類 即地球有被其他襲擊 然後坐了植物船 走出來 各國不同植物船 已經分開了 現在這艘船不知去到哪裏 就是 可能好像找到植物星球 就住下去 沒問題 你見 應該這樣 我想會這樣 但他沒有那點提過 不容易 其實他應該 他應該在 尾段 動畫尾段 都應該找到星球 然後才流放那些 反對戰爭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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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最後那一集 其實是說 他們是 艦長是放了他們 因為他們找到星球 他們不是找到星球 我覺得另一隻船肯收他 好像說 找到星球 應該是星球 我沒記錯 找到可以自然的星球 他們想降落 他們就想 他們就不想再留在這條船上 因為既然理念不合 不如不如走 然後艦長前 好啊 放啊 放啊 放他們 他就是放那時候才遇到 另一隻旗船 想襲擊那艘船 才再 找一支遠程炮去射 射 像一隻新武器 砍 一對 所以 我又不太太太太 如果你好像Marco 那麽明確 甚至說 真的好像那班反抗勢力那樣的 找到一個可以住人的星球 那我們這個 旅程 就完結 其實你就是講星球防衛戰 然後又是說 但是 我又真的不太太太太 總之最終概念 都是 那班不死人 又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這裏做什麽 他們就說 什麼 躺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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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剩下腦 肉體應該都不在這裏 曬高巴士 可能你真的不用理他 做什麽 他都知道我們要生存 不要管那麽多 很虛無 不知道目標是什麽 總之就是奇舉子會不停襲擊 長度究竟 他爺爺究竟有什麽目的呢 其實 因為他說到就是 其實好像是 曾經這條移民船裏面 出現的重大危機 其實是一個引子 可以解釋了很多謎題的事 他又有落合 他最後就是帶出來 落合 除了落合這個角色 還要被人一分組為二 複製人和 腦 腦 要定期去腦裏找些資料 拿些資料出來 暫時整套東西都很表面 其實我很多想知道的東西 現在都沒有說到 但是 他說的東西 又覺得 很流於表層 角色又沒有心理描寫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對我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這套東西 的魅力在哪個位置 但是整體而言 做得挺好的 我覺得他算是 劇情與劇情之間 比較連貫 他解決事情 就不會說 無差怎麼開個大炮 解決個奇舉子 就不會有這件事 真的有個 戰鬥上面 真的有 一些行動 去處理當前的情況 我覺得這套是欣賞的 真實是少少 起碼你不會見到很多大炮 總之不會 或是站在那裡射 總之不會說 去到很簡單 我們最後 其實我們收了那個報警 秘密武器的 一炮出來 騎騎豬 粉身碎瓜 這樣解決事情 不會有這件事 暫時看來講 即是他要慢慢深一點 慢慢深一點 你唯一可以挑剔 就是說 動畫真的 蝙蝠很有限 可以廣錄的 其實是 不是很多 因為始終要兼顧戰鬥的部分 但是反過來 你說 我又不太建議看漫畫 老實說 因為其實他漫畫 本身的人是有點難認的 有一點點 特別 一開始看一定會覺得難認 而且動態的效果 其實 你對比3D模組的動畫 基本上 根本很難重新再表現這件事 而且 你都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 你的效果就是 你會知道故事 但其實反過來 你整體而言的感覺 其實會差 一個戰術性 你看不到的 我都明白的 這一套東西 其實 在一個作畫質素 這麼 特別 差 差勁 無論動畫也好 我不是作畫來的 或者漫畫也好 在一個這麼差勁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都見到 不少人都有追 故事應該是不差的 但是 我不知道是動畫的錯 還是什麼 你要知道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如果你用回 漫畫版 那個作畫 好聽一點的特別 不好聽一點 叫做 一般的 來做例子的話 如果你用進擊的巨人來比 進擊的巨人有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 他用那種是用不同形式的 深淺的灰階 黑白來做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那種 黑白的紋理裡面 就是深黑 灰 那些 那些 但是 史丘尼亞這套東西 他其實是 偏向很多都是 白色為主 然後再去捆黑線 所以其實大家看的 其實很偏向線稿 但是問題就是 他的線稿 其實感覺有點像 那些有北風 特別那些 包衣一包散了 那種感覺是很亂的 很容易的 我的 關心其實是 故事是什麼 其實是 通常這些作品都會是 你無論 我們這些 賭博密使用 那些東西 長期他都是畫到這樣的 但是 是有很多人追出 大家是對那個 那個作者 在某一方面的描寫 他應該是有一手 才能夠可以 在這樣的畫工之下 都能夠 困得住一班人 其實是 這個是 千變不變的 道理來的 就等於 聶人 就算 就算 畫個草圖 畫個 你認不出一個 是小潔的小潔出來 都 那些人都會覺得 好看那個故事 故事 不是故事 不是看人次 但反而你說 至少 因為我沒有看漫畫 至少在動畫方面 他給不到這個感覺 我真的會覺得 好看 我知道就是 他好像有很多次 所以我現在 我是其實有質疑過 究竟其實他是不是 表現不到 動畫裡面 其實在漫畫裡面 一些我們剛才 我提出過的 一些關鍵 究竟 在這艘船裡面 一些的生態 他們整個環境 究竟是怎樣 他們是怎樣生存 那些東西 其實漫畫是有提到的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純粹是動畫 濃縮了 將一些不重要的東西 剔除了 他剔除了一些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但他沒有說出來 你覺得重要而已 對了 唯有留下 看看 在二季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有些樹齡 想看到的東西 最好 我相信不會 補充一點 他大概看電視版的東西 沒什麼改過 他很難有得改 我覺得 正確的說 是沒有改過 不用改 他 如果像蒼南一樣 你還說可以用 蒼南有少少東西改過 他是沒有改過 你那個模組 我老實說 你不將它重新改過的話 那件事是 你蒼南那種 你見到就是 起碼這條女兒美女的 你整理一下 那些小小東西 你都會覺得 這條女兒再美女了 你現在裡面 就算給你一件星白 怎麼整理 那件都是一件東西 沒錯 有些人愛的 你知道 就是 就是 你看到就是 那個3D組帽 是 我覺得是 甚至是 業餘到不業餘 甚至是什麼呢 用一些 叫做 3D的人 做出來的 3Ware 去做出來的 就是 大家隨便下載 就可以做個星白出來 甚至 甚至 說一句 如果可以的話 在一些 現在其實 街外有很多 所謂的3D 做一個人體模特兒 做一個人體模特兒 出來的 可能都好過他 但這套動畫的 預算應該不多 只是 但是他的銷量 是很好的 對 以小 得大 反正有錢之後 第二季拍得更好 可能 他當時 你說在那個 訂購榜上面 他是跟 Unicorn 第七集爭 一切長短的 當然 第七集實際效果是 這個是另一回事 你差就差 不是 很多人訂購 誰知道 那一集 對 那 看《易貴》 這個 未看的聽眾 其實 等到《易貴》 再去看也未遲 那 詞明說 我覺得這套 劇情上是OK的 好看的 劇情上 你不要看什麼 作畫 人切 你沒事了 現在很多作品都是 劇情賭武的 這套 這套 叫他調轉 我覺得只不過是 現在這個世代 有這麼多無腦的劇情 他叫做 不是這麼無腦的劇情 不是 現在這個世代 剛剛調轉 就是眾人切 你劇情什麼都無所謂 對 完全不重視 那些美女有些 服務的劇情 就算 出了一套 重視一點劇情 這些畫工 不是說 差到進不了幕 就算 對 那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